虽然国安会的秘书长苏奇在立法院里头专案报告有关于牛肉开放政策 他说三个原则 第一个叫安全 第二个叫安全 第三个还是叫安全 但是似乎大家的信任程度没有那么高 这个各个县市地方政府都发起所谓的串联抵制牛内脏的相关行动 台中市的胡志强说呢 这个中央的政策这么不清楚 现在的一个做法可以是把所有美国牛的进口厂商的名单都公布 公布所有的美国牛肉进口厂商的名单 以及他们所进口的货物 而且要追踪流向 全部都公开让民众自己决定要不要吃 台中市政府强烈要求中央的政策 应该清楚公布美国牛进口的厂商名单 而且要公布肉品的流向 所以有关于肉品进口之后 接下来卖给谁 中油在哪里下油在哪里 全部通通要透明公开 这有可能吗 当时在追毒奶粉的时候 追到翻天覆地 发现很多有漏网之语 那这个公布进口商 公布进口商又卖给哪一个批发商 批发商又卖到哪个小吃店 这个可行吗 有做总比没有做好 而且这里面最关键的一个 除了大家刚刚讲的内脏部分 其实绞肉是风险也是比较高的部分 那我是觉得胡适上市长的做法 至少如果他能够在网路上的话 大家可以去查询的时候 至少在我们做选择的时候 可以少于一点恐惧 要吃牛肉的时候先上网 对 而且如果是吃早餐的时候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家的早餐店 政府 马政府也好 各县市政府也好 要让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你要自立于让人民在做选择的时候 能够免于恐惧 为什么这么讲 我还是借刚刚 过去环保署的那份报告 国务院的报告 他在报告里面 如果有兴趣的人 因为报告不长 他一共主文的部分就是27页 他在第25页的时候有一个表 这个表里面呢 很容易就看懂 那个风险几率的问题 风险最高的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内脏 而是绞肉 绞肉 绞肉的风险比不带骨牛肉 大概多700倍 那当然 所以汉堡肉那类的就是叫做绞肉 它就是那种碎肉绞肉那些 就是说我们在做选择 我们其实这东西是 一旦美国牛肉进来之后 T-Bone这些东西 你很清楚可以看得到的 可是绞肉内脏也是看不到 你根本很难判断 它的来源是什么 是纽澳的还是美国的 那我在使用上的时候 我怎么去分辨 所以我赞成胡志昌市长的做法 至少 公布进口商 公布进口 然后台湾也是的做法 让我知道说这家有用没用 这基于消费者跟厂商之间的一个互信原则 然后它可以再透过抽查 但是最重要的是说 这些资讯要能够被公开 在我就做选择之前 我能够知道说 有没有这种东西进来 假设今天台湾的厂商 是不进口这些东西的 就只有T-Bone 假设 那我在做生活上的选择 当然会更好 就放心了 对 因为全台湾没有人进口 你有内脏 对 那你这些东西你要说要以走私进来 因为它是肉品 要冷冻的 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这件事情比较遗憾就是说 政府当初第一个把关的应该是政府 在台美谈判上的时候 为什么这些风险比较高的部分不能排除 这是我对这次中央政府来讲 台美谈判里面最不能谅解的部分 不过胡志昌的这个方法 公布进口商 然后再公布批发商 再公布到下游的小吃店 所有流向通通一并追踪 有可能吗 政府的稽查单位 或是检调单位 如果他有违法的话 但是他我觉得他没有违法 那就是自主管理的话 稽查单位如果根据这个流向去查 他是可以查清楚的 但是他会很多力气去查清楚 那就查清楚以后 你说他违反哪一条 就违反自主管理的话 点多是行政处罚 但是一般的民众 现在应该是舆论压力 就把它公布出来 公布出来 法没有违法 对 他没有违法 他只是有镜头而已 那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 政府会不会花那么大的力气去查 那对一般民众来讲 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一般民众如果去买个汉堡 他会问说 即使他上网知道 哪一家有进口这个牛 美国的牛内脏 那会问说 你是不是用这一家的 那个汉堡店说 不是我不是用那一家的 不是啊 连汉堡店一起公布啊 哪一家汉堡店买了这一家 进口商进口的牛内脏 连汉堡店要一起公布啊 对 在还没有公布之间 你说一般的消费者会去查 会去上网 去知道从哪一家进口 然后去买汉堡 还要去问说 你这一家是用美国的 用什么牛 那个方人 那个一般的早餐店的人讲 不是啊 我们这个澳洲的啦 我们这个纽西兰的 你还不是买了就吃 吃了又没有问题 又不会马上发现问题 十年以后二十年 你去哪里找 所以我说觉得这个 以后都 你讲的都是善后 胡市长讲的是预防 就是说我先把所有的 通通都公布出来 就可以预防你 可以吃到相关的产品 因为这种东西 不涉及到违法的问题 那政府不会发 那么大的力去查 事件过了 就服务也不带起来 民众可以爆料 媒体会刊登 我觉得今天胡市长 就跟周西伟一样 不过他比周西伟稍微高明一点 他心里头是有一点焦虑 就是说 这些光彩都去好市场唱起来 所以他要从后面 集起直追跟上 那我觉得在这个跟上的过程中 他的思维不够严谨 我觉得他讲的很笼统 而且无法执行 他说美国牛进口商 他应该讲美国牛的绞肉 跟内脏的进口商 要不然就把范围缩小 否则不管是这个 没有带骨的牛肉 有带骨的牛肉都要追踪 因为他们这些进口商 他们并没有讲说 我不进口牛肉 那个带骨肉 但是这些 他们已经说 这个绞肉跟内脏 除非下游有人要 我不会进 好 这个是上游 那下游呢 现在好吧 我们就将计就计 这个顺水推舟 你好了没有放了那么多 我要是在台北市的话 台北市政府就要去看 谁没有来领 我觉得你领了 你就贴 像什么美而美的 那个什么早餐店 就贴 然后去查一查 叫官府的 警察去查我 当时更没打 把没打的列冠 然后上面 不顾他 他没贴 对 没有贴的 立方 你是没记住了吗 还是你有在买 问一句就好 他就怕死了 他就快打下去 那最后看我 找一个TK的 什么这个最牛的丁子户 不贴的 列冠 然后呢 这边进口的 你真的要进口 一定下午有人要嘛 对不对 好 你进口 我就查你这几家 不要给谁 这个两边一对 你看这些 这些流程 就没那么复杂了 就存不几条而已 我这样讲 我认为 连一条都不用查 也没有人敢不贴 每个人都贴了 也没有人敢不进口 敢进口 全去担担 我觉得要双管齐下 这个就要 所以这个方法 这个好方法 本来政治 就是要化繁为简 要不然就 今天副市长的讲法 是自私益分 胡大哥怎么看 这个方式就是 也是民间发起的 自行的抵制 公布什么进口商 公布这个有使用 相关肉品的单位 我赞成这个 胡市长的做法 而且可以更精致 各县市来做 这是一个起头 像其实豪市长 胡市长是起头 我希望民进党 县市长一起来做 我是觉得会更精致 慢慢方法就出来 毕竟只有两三天嘛 其实我们在读 政治局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说 国家领导者 追求两个东西 一个是国家利益 一个是人民福祉 其实问题是产生了 这两个矛盾 美国牛就是 你要追求国家利益呢 维护台美关系呢 还是人民的福祉 人民健康 今天活生生的 这问题产生了 所以我最近因为 我在研究雍正帝 他有一句话 他讲白话 他说 做人难 做皇帝更难 这是他作者里面 唯君难 唯君难是伦理的话 可以拿这句话 他作者里面 真的有一句话 做人难 做皇帝更难 欢迎做现代 做人难 做总统更难 你解释很好 其实异地而处 任何人坐在位置 不然叫你坐 任何人坐在位置 反正坐上去的 天命也好 或人民拥戴 坐在那位置上 今天要做决定的 我们可以体验 这个痛苦 那个抉择 只是他讲是比较委婉而已 我讲个故事就好了 我听过肖副总统讲 他说他当经济部长的时候 那时候后进抗争 那个中油炼油厂事件 他是这样子 因为那时候没有人知道 他是经济部长 他每天下班就跑到后进去 跟人家聊天 也没有人知道 他是经济部长 那时候 因为他电视还没有那么 所以他又跟当地人 慢慢解说解说 后来是说服他们 所以后来 跟之前因为来自他国贸 就被丢鸡蛋的故事 其实这个抗争都有 我说 我说我举肖副总统的例子说 马总统在这问题上 要花更多 站在人民立场的来解说 要说服大家 马总统说 政府在第一时间 说得不够清楚 造成外界误解 这点应该检讨 我觉得不应该检讨 杨志良署长 是检讨你马总统自己 如果你礼拜一的时间 你第一个时间 向大家解释清楚 他其实对西新闻讲得很委婉 你可以更清楚一点 这就是台美利益 说明Tifa 我跟你要讲 免签证 大家了解 我觉得这一点 不只是对人民 我再三说 我在人口常讲说 对反对党的对话都要做 小伙总统能做到 至少过去有台美贸易 包括后庆 请总统是不是尝试 思考这方式会更好 那豪市长 他的食品营养的专业 毫无疑问的 第二点是我觉得 他要从猫懒 跟这个文胡线脱困 他有他的想法 我看媒体说是来自 李永平的建议 也有可能 因为反应快 他媒体出示反应快 换句话说 我觉得很好 就你政治人物 随时保持高敏感度 不像像过去猫懒 被台北市议员 民进党议员打得满头都包 你反应快 大家就肯定 现在是我们也知道了 真的牵涉到台美的关系的利益 的确确的 这两个冲突的时候 我们也了解了 那大家来这种 黑白脸嘛 黑白白白嘛 所以我是站在消极游戏 包围AIT的 重启谈判 你本来民间就要强有力 做杠杆 包括县市长 大家开始 民间跟政府 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 很多是 包括反对党跟执政党 很多是黑白脸来唱 黑白龙君来唱 这对我们国家的利益 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们从那里成熟 更重要的是 我们也期许了 像这种牛肉 很多复杂的事 不是县市长 最根本就是 我们的消机会 它现在最有力的 能不能把它变成 更强而有力的 民间的运动 更普及的 过去很多黑心食品嘛 如果因为这个事 能够造成我们的 整个消费者运动 更强而有力 这也是我们大家所期待 跟应该努力的方向 其实这个消费者 运动后面的民意支持度 蛮重要 昨天这个 汪文中时的民调当中 也提到 如果民间发起 据吃美国牛肉的话 支不支持 其实支持的比例 也是相当高 是百分之六十八点九 所谓将近七成左右的人 会支持抵制 美国牛肉的 消费者运动 这是一股很大的力量 先进广告 对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